大年初一,国足将在客场与越南打响对决 这一次,越南队是卯足了劲要在国足身上拿分 一分都不满意,越南队希望能拿下的是三分 越南媒体在观看完第七轮的比赛后 认为越南和中国队虽然都输了球 但越南队打出了惊奇神,势头喜人 而中国队却被全场压制 由此可见,中越对决越南队拿三分也并非不可能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国足十二强赛与日本两次交手,总共六次射门零摄政 而越南与日本队的比赛一场五次射门一次摄政 客场作战国足真的有些危险 越南队主帅朴恒旭也表态要不惜一切拿下中国队 虽然此番对决,球队队长 主力中后为桂玉海感染新冠无缘处战 但此前感染新冠的前锋软文拳 软精灵则已完全恢复,可以正常训练 这两人的回归将极大提升越南队封信实力 近三十年 国足曾与越南队交手几次 并取得全胜战绩 但这十年间 越南大力发展足球 早已非五较阿蒙 此番首次征战十二强赛 虽然球队七连败 但只要能拿分越南队就能创造历史 而他们有把握拿分的软柿子只有中国队 但无论如何 对国足而言这场比赛一定不能输 规划也请了 睡也换了 钱也花了 最后却给越南队在大年初一送温暖 实在是耻辱 所以国足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 占越南只有拿三分一条路 感谢观看